这几天在微信群里美国这边的一些朋友在想办法从中国往美国邮寄口罩 现在想象也挺有意思 前段时间是朋友们在微信群里想着从美国往中国邮口罩 然后这段时间正好相反 这段时间是想着从中国往美国邮寄口罩 觉得也挺有意思 这是一个想跟朋友们分享的 另外一个想分享的是前面这是一家二手用品店 这个他们是一个沙发 他们是往下抬好像是捐赠的 他们这边有一些二手的家具什么的 可以往这块捐赠 然后人们可以在这边买 这里好像还卖二手的自行车 但是二手的自行车 我以前看媒厢中 所以我后来买了新的自行车 还有一个想分享的是 这段时间美国这边陆续有朋友对我进行劝导 因为他们觉得 你看前面这个华人的这位老先生 就是戴着口罩也许是老年人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弱 他身上戴着一个收音机 这个老先生还戴着一个透明的手套 戴着一个塑料的手套 同时他兜里好像还揣着一个小收音机 在听黄梅戏还是什么戏曲 你看有一些老年的华裔的同胞在美国这边 还是坚持着中国的时候的这个习惯啊 他们听的这个戏曲啊 还是中国的这个应该是家乡的这个戏曲吧 这段时间也是有朋友陆续的来劝我啊 说你在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能不能收着点啊 我也说过可能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因为当然还有朋友说 你来美国时间并不长 这边的被打破了 这边啊 这个好像是什么报纸 这个报纸是免费可以拿的吧 然后有的朋友就直接说 你来美国才两年多 你没有资格去评论美国这边华人的生活情况 也没有资格去评论 或者评价美国这边的社会这个发展的状况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就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我在美国两年跟有些人在美国两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知道有些华人朋友到了美国这两年差不多都是在饭店打工 我并不是骑士 我只是说可能有些朋友他们所接触的层面 跟我所接触的这个层面不太一样 以前呢 若干年前我到美国这边来留学的时候 我们当时学的是美国法与国际法 我们通过教材 其实也了解了美国这边社会的包括一些宪法呀 或者美国这边的一些基本的 对吧 因为通过一些案件案例的分析 可以评判美国这边人们思想方式的这种变化 以及美国这边法官们 他们的这种思路啊 就是从理论上对美国有一个了解 到了美国之后呢 我们又在这边去实地的去考察吧 就算啊 包括我们去美国的国会那边去考察 然后跟美国的一些检察官交流 包括跟当时的斯盖利尔大法官 联邦这边法院的我们也去了 跟斯盖利尔大法官我们有一个交流 后来斯盖利尔法官去世了 包括我们跟FBI 也就是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Bureau就是局的意思啊 Federal联邦联邦调查局的这些 跟一位探员我们进行座谈 当时学校那边组织了好多这样的活动 包括我们去一些法庭去观摩 我们当时一位教英语写作的一位老师 叫Ellen吧 他的先生叫Diamond 我们管他的先生叫金刚石先生啊 他们那个Ellen老师长得很漂亮啊 他的先生也很魁梧啊 他先生是美东那边那位法官 当时我们还到他先生所在的法院 我们模拟啊 模拟了一下法庭的一个程序啊 所以其实从我们以前所学的美国的法律 包括我这次来美国这两年多 我在美国这边这两年多 虽然说我也在餐馆打过功 但是呢我接触更多的呢 是啊这边的比方说移民局 法厅警察局 还有一些在美国这边生活的这些朋友 我们进行很多这样的交集啊 进行了这种思想的交锋 并且我随时把自己思想的对吧 思考的这些所得 把它通过视频的形式固定下来 也是说我在美国这两年多 一直是一个观察者思考者啊 记录者 我觉得那这就表明 我在这边的两年也许 能够抵得上一些朋友 在这边的五年甚至六年啊 因此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 去表达对美国这边的一些认知的啊 以前我也说过 美国这边对于绿卡 它的真正的价值 或者对它本质的这个认识呢 应该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啊 就是对于华人朋友来说 美国的绿卡即便是随便领 那么朋友们也要慎重去考虑 首先绿卡 他要求呢在这边每年要生活满半年 同时呢还要需要去纳税 因此呢这也是一种束缚吧 这是其一 其二呢华人在美国这边生活 有好多约束 首先就是当然咱们都 显而易见的是语言啊 英语啊 就是我所说的 看看不懂 听听不懂 说说不了 当然对于那些英语很好的朋友 那就是例外了 不过英语好的朋友 我个人觉得 华人朋友在美国这边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从各个层面来讲呢 包括对美国生活的这种适应 以及在美国这边生活的这种孤单 内心的这种苦闷 或者文化上的疏离感 以及找不到这种 以前所感知的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的 对吧 人的这种 与生俱来的这种气场都没有 所以呢 在这边走呢 就感觉自己没有根 不像在国内 那样的到处都很亲切啊 当然这是从人的 这种感觉这个角度来考虑呢 对于在美国这边的社会生活呢 其实如果你看的足够深 你也会知道美国这边 它并不像以前你所想象的那样 或者像一些移民中介呀 或者移民律师 他们所鼓吹的那样 就比方说从最简单的派出所 比方说咱们报警啊 在中国呢 咱们到那边去登记 然后去了之后呢 警官会记起来啊 比如说某某于哪年哪月哪日 来这里报警啊 对吧 他们会历爱啊 或者说 即便是没有办法当实例案的 那也会把它至少能记录下来 但是美国这边它并不是的 它这边比方说你的车 车玻璃被砸了 或者车被里边的物品被偷了 它可以说要求你在网上 这样的去报案啊 然后就是在线这样报案 当然对于一些去派出所现场报案的呢 他就让你贴一张表啊 就等通知 对一些不是那种特别紧急的案件 那么呢 他们基本上其实他们操作的流程呢 他会拖啊 一拖再拖这种的 比方说按照咱们的这种思路 咱们去派出所报警啊 这个很正常嘛 那么老百姓去有事情困难找警察 对不对 但是美国这边并不是啊 你要如果去了派出所 首先 一般来说这边的派出所大厅没有椅子 你站着啊 对吧 没有椅子 这是第一点啊 不像国内似的 你可以坐着啊 这边低 没有椅子 站票 第二点 那么你在派出所这边接待大厅所见到的警察呢 他并不接收你的材料 他不接受 我指的是那种 比如说可以走程序的案件啊 就是比如说 那种公监法走程序的那种案件 这种常规的那种 并不是那种小的什么玻璃被砸了那种的 对吧 玻璃被砸那种的 他要求你一般在线去报案之后呢 他会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 告诉你这个报案的这个编号告诉你 然后你就等通知就行了 但是对于那种常规的啊 这种报案呢 在警察局接待那个人员呢 他会跟你说啊 好了 我们知道了 你在这等着吧 一会我们会安排警察来了解情况 但是呢 实际呢 他他不会安排警察的 他不会的啊 他会啊 你在这等着 等着等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五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理你 然后你就走了吧 然后你走的时候呢 然后你他也不管你啊 或者说你第二天再来 那么他还会说啊 我们还会安排这个警察来向你了解情况 然后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如果你要求你说我自己写一个材料 一个报案材料 都写好了交给你 可不可以呀 就放在你这 然后你们警察什么时候有时间 什么时候打电话可以吗 对不起 我们不能接收这个你的任何材料 只有警官才可以接收你的材料 但是呢 他所说这个警官呢 一般来说 美国这边的老百姓是一直永远见不到的 也就是说 他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态度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态度如果不好呢 那么就很容易被投诉是种族歧视 所以他态度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但是你见到的警察呢 他是不办事的 真正办事的警察你是见不到的 然后对于比方说 在市区所见到的警察 街上比如说有人报案了 然后来了一大帮警察 来了五六辆车六七辆车 一大帮警察蜂拥而至 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啊 就比方说以前我录的视频有一个人昏昏倒了 来了一帮警察好几个警车 其实他们这样做我的分析 我经过多次的分析 他们是这样在一个主城区 他们这样的表明 他们很忙啊 就表明纳税人的钱交给交上来之后 他们警察局的警察那么对吧 他们在做这个活 就是说露脸的活嘛 对吧 其实按说这个街上有人晕倒了 没有必要来五六辆警车 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对吧 就如果说在国内的话 派两个警察去就可以了 对吧 不需要来一帮人啊 所以他们露脸的活干的比较多 那么不露脸的 那么需要走程序的呢 他们能推就推 这是美国警察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他们的薪水还是比较高 大约平均每小时 睡前是五十美元吧 薪水比较高 然后有好多案件都破不了 包括在洛杉矶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特别大的冷库 一个冷库呢 里面冻着好像是两千具左右的尸体啊 这个尸体说是循环的 在那冷冻着 然后都是那些破不了的这个案子 那个尸体 找不到 比如说这个人突然死了 那么不知道他的身份啊 就在那冻着啊 据说是啊 这个我是听朋友说的 因此呢 这边他不像说 在国内的时候那么方便 对吧 你去报警 对吧 他就是不受理 对吧 你见到警察 说对不起 我们也很歉意 表达歉意 但是我们真的很忙 我们真的不可以收你的任何的材料 我们只能安排警官跟您见面 但是呢 警官都在忙 你就在这等吧 如果你要是不在这等 你走了 那么就 我就取消啊 你就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重新等 然后如果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比方说 他还会说 那你说 那我等到什么时候 他说那样吧 那你把你的电话 留给我们 电话地址留下来 我们警察 有时间的时候 会给你打电话 会去你的那块 对你进行了解情况什么的 你把电话留给他之后呢 然后就 杳无音信啊 就自此 就是 不再有任何的消息了啊 这是一个 真实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情况其实好多华人朋友他是不了解的啊 包括对于法庭 对于法院 也是这样啊 就是比如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咱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那律师可以帮着你带来一线见啊 复合条件 那美国这边 你基本上是见不到律师的 顶多是律师助理啊 就是给你相当性的 说几句 律师是不跟你见面的啊 因此呢 以前好多朋友问 为什么美国街上有这么多流浪汉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些人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 他们的信用没有了 他们租不到房 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他们没有信用了 那就没有人会把房租给他 同时呢 他们也其实好多方面受着这种制约 这是一种软性的制约 就是这样 比方说 你在国内的时候 你遇到一些情况呢 可能会有你表达想法的这么一个方式 但是在这边呢 不可以 这边 这边 你要在街上 我在这边看的一些真实的视频呢 就是比方说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男人啊 他是老百姓吧 他个子很高 然后挥舞着一个大棒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木头 那个我感觉那个 那个挥舞着棒子那个人呢 他的动作很笨拙 那个棒子特别大 然后非常缓慢的挥舞着棒子啊 然后对面呢 有一个警察 很明显的 那个人我觉得他是大脑有问题 他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歹徒 但是呢 警察的近距离瞄准射击击 就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 我觉得呢 一般来说 碰到这个车子上 他这个车停的有点 他这个车轮就停的有点靠外啊 我觉得呢 就是你执法的时候 讲一个对等的原则啊 如果对方 他是一个绑架 人质的这么一些匪徒 那么你警察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绑匪手里有枪 对吧 随时可能撕票 你可以击毙他 但是对方明显的是一个 涉嫌 有智力障碍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根本就不对警察 构成威胁 那么警察近距离的 瞄准射击击 我觉得这个是 完全的是不对等的 对吧 另外呢 比方说 在澳洲好像 也有这种情况 也有个华裔的女士 她好像是 我个人觉得 她的精神可能有点问题 她在街上 带着一个包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 然后手里拎个水果刀 然后呢 在另一个手带打电话 然后呢 警察将其击毙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有的时候 警察的某些做法呢 至少我是不能认同的吧 美国这边 包括澳洲那边 因此美国这边 其实有些东西 你了解的深入了 会发现 跟前前所想的 完全不一样 包括以前我所说的 个人的一些隐私 美国这边 其实也都完全 没有什么保护的 比方说 我以前说过嘛 这边的一些人 他们的住址 他们的电话 email 什么的 就完全的就被 披露了 对吧 然后甚至呢 比方说 有的一些制酒厂 咱举例子 一个酒厂 或者制酒的公司 他们为了卖这些 他们的产品呢 必须要保证 美国这边的一些 政策或者法规 跟他们的这个企业的利益呢 能够相合 比方说 假定美国这边 某一个州要禁酒 说不允许喝白酒 那么这些 制大的这些制酒公司 那么就会花钱 雇一些人 然后进行提案 就意思说 这个我们要反对 我们要提倡大家喝酒 如果你要一禁酒了 那么这些想喝酒的 就去黑市去高价买 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 并且呢 他们还会 顾一些人 比如说 这种 对吧 打电话啊 就告诉这些 可以投票 可以投票的人啊 就是劝说吧 我劝你 然后你投票 去反对这个禁酒令啊 因为什么呀 就是去反正说一大堆吧 这样的 甚至有的时候会假借啊 我们是市政厅 怎么怎么地的 什么什么了解 什么什么机构 我们了解 什么什么情况 这样的啊 这种情况 司空见惯啊 所以呢 如果你对美国这边了解深入了 你就一定不会像以前 在国内看的一些 看这个老外闯红灯吧 公然闯红灯 像一些移民中介或者移民公司 他们所鼓吹的那样啊 说美国有多么多么好啊 他就是这样 因为我在美国这两年多 我思考的深度 观察的深度 我所接触的这个层级 这个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我并不是说每天对着 在餐馆的后厨 对吧 或者说一直 因为好多华人 你在美国 就算你待了十年 但是如果你每天只是做着 相对简单的这个工作 不思考 也不去学习外语啊 也不接触这些美国的社会啊 对吧 比如说就单一的 就在厨房洗碗 对吧 我觉得呢 可能也很难 比如说因为 这边我也看得过 好多来自中国的朋友 他们比方说在饭店打工 然后工作之余呢 就看中国的国产的一些肥盗剧 比如说宫廷剧啊什么的 对吧 我觉得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 很好的了解美国这边 华人的一些情况嘛 但是我不同 我在这边是非常珍惜时间 然后勤于思考 然后去捕捉美国这边 一切都引起我思考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通过视频 所表达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对吧 跟一些朋友的角度 肯定有所不同 对吧 无论是从我学习的经历 还是我在国内的时候 不管是做律师 还是做仲裁员 还是做企业法务 还是做一些国际法律合作项目 我觉得其实我的视角呢 也许会比一些朋友稍微宽一点啊 思考的深度呢 可能也会深一点 接触的层级呢 可能也会稍微广泛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 虽然我这次来美国两年多 但是我敢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嘛 对吧 所以在此呢 再重复一下 我对美国绿卡的这么一个认知呢 就是对华人朋友来说 即便是美国绿卡随便领 那么对吧 就是随便领 也不用申请 然后来了就随便领 大家也要慎重 对不对 对吧 真的要慎重 好吧 然后就说这么多 有点要钓鱼点了 好了 今天有点冷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胡子刮了 我的胡子刮了 还挺好 再见